观众朋友早安 欢迎加入大爱早安新闻 我是林国新 今天日期是4月19号 农民顺润2月29星期三 新闻首先要提供您天气方面的消息 明天就是24节气当中的古雨了 那么这古雨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 也是24节气当中第6个节气 代表已经进入到春天的尾声 而古雨开始 这个冷暖空气会浇溃 降雨的机会会慢慢的增加 同时气温也会渐渐的回升 因此有利稻米的生长以及发育 提醒您也因为这个封面接近的关系 今天下半天开始就要变天 今天凌晨的时候 北台湾的上空已经可以看到闪电了 透过这个云图我们可以看到 台湾的上空有这个十字架的地方 它就是闪电发生的位置 那么我们偶尔会从云层当中可以看到亮光 但是气象局的即时闪电的网页可以看到 其实真正密集出现闪电的这个对流细胞 都在北部的海面 那么也因为封面水气逐渐接近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天气的变化 那么今天开始是封面接近的时刻 那明天呢是封面通过的时间点 台湾都会出现很明显的雨势 气象局就预估了 可能全台湾都会有明显的雨势哦 那么从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呢 降雨还有打雷闪电是最剧烈的时刻 有机会为中南部呢带来一些雨水 渴望为水库来补一点水 但是也要随时留意呢 气象局发布的大雷雨还有即时讯息 以及大雨特报要小心防灾 接着来看到详细的温度数据 感谢观看 暖心新闻跟春天一样充满温暖的气氛 来看到的是美国 在北加州的蒙特瑞郡 上个月的时候也就是三月呢 大雨酿灾 有将近一千户的农工家庭撤离到避难中心 他们的生活呢可以说是大受影响 不管是在天灾前或者是天灾之后 志工关怀的脚步不停歇 北加州三月大雨 蒙特瑞郡的帕哈罗区荒洋一片 大水退去后 政府开放居民返家 刺激志工去车一个多小时 再次来关怀 把重点摆在今天摆在这一块 好 消防局提供房屋回省图 搭配谷歌的地图 分头找寻需要协助的人 挨家爱护送上祝福 很多房子空着 只好贴上通知单 希望屋主看到后主动联系 遇到居民就请他们帮忙联络鄰居 转告刺激的援助讯息 也有居民主动翻译 沟通更顺畅 虽然损失惨重 却没有失去乐观的态度 大爱新闻 深山美志工美国报导 我们人吃五股杂粮 难免都有生病的时候 不过面对身体的病痛 有时候情绪会不太好 会乱发脾气 就像中国大陆福建泉州 这位环保志工 他五年前的时候 因为喉咙气管癌 动了手术 没有办法讲话 也只能靠着辅助器来呼吸 让他的人生陷入到低潮 而且还会觉得自己非常的没有用 还经常会对家人乱发脾气 后来经过慈激志工的鼓励 他出来做环保 慢慢地他爱上了环保工作 现在几乎可以说是 全职的环保志工 勤快乐身影 也渐渐影响到他的邻居 现在有非常多的亲朋好友 都加入环保的行列 宝特瓶分类完 志工一栏一栏 倒进压缩机 没过几分钟 就变成了重打百斤的宝特瓶砖 曾华裔手脚俐落地 一扛就走 52岁的他 5年前罹患喉咙气管癌 做了手术和化疗后 仅能靠脖子上安装的辅助气呼吸 加上喉咙发不出声音 他经常把气出在妻子身上 后来刺激之工关怀 鼓励他走出家门做环保 这育后的低潮才慢慢排解 做了环保后 曾华裔性格大转变 不外出的时候还抄写尽私语 最爱的两句话是 在过去的台湾社会当中 这个纺织业是非常发达的 所以有很多的女性朋友都学会裁缝的好手艺 或者是到这个纺织厂去当女工 那现在这项产业渐渐目落了 不过当时学到的好功夫 可不能浪费要好好的发挥出来 来看到马来西亚这个例子 马来西亚的霹雳州志工 他叫做洪凯林 他曾经到台湾来学习拼布的手艺 并且把所学带回去家乡 跟大家分享 还开了一间巧艺班 更交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满桌子的拼布作品 全是瓷激霹雳之会巧艺班 师生们的巧思创作 老师洪凯林在台湾巧艺方学了手艺 把所学带回医保开班授课 带着有兴趣的民众一起学艺 是一个可以接引会中的地方 然后又可以宣导原厂物名 爱无喜无这样子的理念 来专注手作的当儿 然后把精进下来 慢下来 好好沉浸自己 那这样的空间是 生活在高压和快节奏的时代 的人们需要的 我学到技巧 认识到那个贴布缝的执作 只是手工不美而已 巧艺班的课程 从农历年后开始上 一两个月下来 学员和老师建立了友谊 收获满满 可以和大家一起拼拼缝缝 互相扶持 工具善缘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有意义 在高压又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 一门手艺让大家学着反观自新 稍作调整再出发 才能继续往目标前进 戴新闻 莫世元 马来西亚报道 看了手艺之后 接下来带大家来看到的是文化 全球各地有非常多的世界文化遗址 那么台湾排湾族原住民的石板屋 或许有一天也可以被列入到名坛里头 现在为大家介绍是在屏东县春日乡的老七家 这里有50间的石板屋 虽然没水没电 但是却保留着原汁原味 在去年的时候也曾经发生过一场火灾 有一间石板屋被烧毁 不过在当地骑劳的带领下 有一群部落的青年 他们学习石板屋的工法跟技术 因为这是文化的根 要藉由传统才可以持续凝聚部落的向心力 跨越历历西探寻山的最深处 至今无电力 号称黑暗部落的石板屋举落 小米酒向祖林驻岛 采访团队取得近老七家部落许可 踏进部落得怀着恭敬心别乱摸 四百年历史的排湾族部落近几多 以前上面都是人 那后来用那个什么 就是鱼母来代表 守护领地恫吓敌人的头骨早就成了白石 如今族人要守护的也剩祖先的精神 这个要留钱 就是有人结婚 礼品 因为以前没有红包 以前就是用这个 资源缺乏的年代 铁器是聘礼 更是维生工具 67岁的查理法特在部落出生结婚 多次台风后族人迁居山下 但他和族人常回到有先人智慧的部落 就是古仓啊 老鼠不可能这样走啊 然后你再凉墨 那些地瓜鱼头在上面 这个都挖出来的 就不要啊 我就要啊 你捡多久了 我 一生啊 从小开始 鲜明一物 他当城堡 石板更是祖产 石头 就是宝贝 就是一个黄金 这是从圆的地方再搬过来 非常不容易 第二层就不能用 这样不就浪费了吗 没有 可以 去墙了 去墙 就石板敲一敲继续用 越敲越薄 成了碎石还能填补缝隙 妻子老家的房屋火灾重建时 他心中燃起传承的信念 就一个纪念 比如说这个房子 就是有它的价值 回去火灾痕迹 屋子将展示部落文物 让文物的故事流传 也延续着老妻家 与山林共存的智慧 大爱新闻 陈一真 萧红树屏东报导 这段新闻要带您看到 中国大陆北京有一家医院的病房 发生严重的火警 许多病患是惊慌逃生 还有21名的病患 在转院的过程中不幸死亡 休息下一分钟之后 会有详细的报道 我喜欢你的 与世无争 我爱你的 吕一昂然 如果不是那场火 我会是你最坚强的依靠 如果不是那场火 我会给你最温柔的拥抱 如果不是那场火 如果不是那场火 一堆树子 没有感觉吗 这生效不是我的步履 是冰原孝氏的印记 高温冰落 我坦诚相见 感谢您继续回到 大爱早安新闻的现场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 早安独报的单元 带您掌握国内外媒体 关注的焦点 首先是联合报的报道 干细胞免疫细胞治疗 癌症肿瘤相关的法令 立法院立求 这个会期就要通过 但是现在外界的批评声让不断 因为大家都说到 这个新法如果上路之后 医院可以设立 或者跟生计公司来合作 再生医疗的部分 会违反医疗法 而且卫福部迟迟不公布 已经接受治疗患者 他们的治疗成效到底如何 不过针对这些质疑 卫福部长叙瑞员就强调 一定会严格的把关 再看到是海峡时报的部分 也是跟医来有关系 西班牙的巴塞隆纳 有一间医院成功完成一项 微创肺部的移植手术 不需要剔开骨头 等于说这个手术的伤口变小了 因此病患的痛苦也减少许多 伤口的愈合速度也变快不少 最后是海峡时报跟半岛新闻 都同时报道的部分 科威特是波斯湾唯一由人民选出政府的国家 但是国内的政治势力却摆不平 当地的议会还有行政部门是斗来斗去的 长期下来恐怕不是好事 等于是在内耗 因此科威特的王竹就宣布 他要代表国家元首解散国会 而且将在几个月内来重新举办选举 提供给您参考 继续来关心其他国际的脉动 首先带您看到的是医院发生大火 中国大陆北京市的 丰台区长风医院发生严重的伤亡火警 有21名病患虽然被救出来 不过却在转院之后宣告不治 透过推特的影片显示 有人用这个床单绑成布条 从窗户垂落试图逃生 过程中有人幸运跌在雨架上头 逃到隔壁的大楼阳台 但是还有许多人被困在窗边 无法逃离 但是现在事故发生的原因 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 再来看到的是巴基斯坦 当地的西北部靠近阿富汗的边境 有一条重要的公路 发生大规模的山崩意外 目前得知有三个人死亡 那还有不少人可能还埋在土力堆底下 那么灾情可能会持续的攀升 事故现场出动大量的重型机械 还有救难人员 村民也加入救援的行列 这个区域是巴基斯坦通往阿富汗主要的路段 货运往来是相当的频繁 而土石流就发生在黎明之前 一场暴风雨过后 因为土石松动酿成了大货 大约有20到25部的卡车被掩埋在底下 获救的十多个人当中 已经到医院急救或者是在治疗当中 天气慢慢变热了又进入蚊子活跃的时候了 但是因为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也大大扩张蚊子活动的范围 现在有最新的研究就发现蚊子它的生长周期是变短了 但是活跃时间是很明显的变长 如此一来这个登革热的威胁也跟着变大 连维度比较高的欧洲国家 例如说法国呢 去年这个登革热确诊的病率数 是过去十多年的累计数量 而在南美洲国家阿根廷 这个蚊子呢越飞越往南来蔓延 当地的政府只要想办法要防治这个伤脑筋的问题 水里密密麻麻不断软动的都是蚊子幼虫 请出核辐射对基因动手脚 再透过野放逐步降低蚊子数量 这里是南美国家阿根廷 2023年截至三月中 通报了八千多起登革热病例 是2022年同期足足184倍 疫情大爆发危机不断倒数 阿根廷并不是唯一的苦主 短短几句总结 凸显了全球化如何助长蚊子大军扩散 近年来越来越有感的这个因素 更是成了登革热最佳催化剂 极端降雨 洪水 海平面上升等因素 让蚊子有更多繁殖蚊床 此外 更温暖的环境也代表蚊子 生长期缩短 活动时间更长 欧洲地中海地区2010年以来 从东边的克罗埃西亚到西边的葡萄牙 都有登革热疫情 以往跟登革热很不熟的法国 状况尤其严峻 光是2022年病例数就有65人 比过去11年的总和还要多 目前全球每年有约4亿人感染登革热 其中四分之一出现发烧 关节痛 内出血等严重症状 估计1万人婴儿丧命 随着地球越来越高烧 状况势必越来越糟 有专家估计 到了2080年 全球每年将有约20亿人 暴露在登革热风险之中 大爱新闻 抽开我们编译 蚊子轰炸之后 再看到被炮火袭击的国度 那就是叙利亚了 目前当地的内战还没有结束 在东北部的库德地区 有一处村庄 这里的女性 好像生活在保护区一样 她们不用再受战争的干扰 村庄里头有30栋房屋 收容20个家庭的妇女和儿童 里头还有学校跟面包店 以及可以耕种的田地 让她们可以重建自己的生活 这个听起来好像西游记里头的 女儿国一样 开心宠爱毛小孩 或抱起孩子 放心到山坡放羊 在叙利亚战火中建立一处 安全的避难天堂 这里是全游妇女 一砖一瓦 亲手搭建的 女性空间 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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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了 我建立了 我的父母 是一切都在关注我的生日 就像我一樣 朗朗讀書生 村裡三十棟建築也包括學校 女孩們逃離戰亂與家庭暴力 在女性空間接受教育 對未來也總算能有夢想 在家庭上 在家庭上比較強 在家庭上 在家庭上 我們在家庭上 在家庭上 落腳敘利亞東北部 小村莊收容了二十戶帶著孩子的婦女 有人是丈夫過世 有人則是逃離遭受剝削的環境 成立於2018年的婦女村 大家一起夏天耕種 養雞 養羊 養養來 村裡甚至還養了孔雀 村長說只要有適當的環境 婦女就能開創出一片自給自足的天地 今天我們要在家庭上十十年 當然在家庭上的活動 在家庭上的活動 他們會讓女生和女生 開心玩耍 村裡的孩子總算能自由奔跑 或坐上鞦韆乘涼 婦女還搭建了水塔 水龍頭一扭開就能用水 解放前置女性的枷鎖 宛如重獲新生 村民在這裡找回和平 終能過上以往不敢想像的平靜生活 大愛新聞 武貴真編譯 今天早知道要提供您生活訊息 以後到餐廳或者是白貨公司的 這個美食街用餐的話 可別說這冷氣怎麼不夠冷了 因為經濟部正在試辦部分的旅館跟餐廳等營業場所 平常這個室溫冷氣要維持在23度上下 不過經濟部長王美花解釋說 這不是因為缺電才有這項規劃 而是要節能減碳也避免浪費電力 冷氣室溫運動宣誓知道經濟部長王美花要來媒體擠在一塊兒 因為大家都很想知道這個答案 室內都維持在26度C 但是呢我們在那時候推的時候呢 把用餐時間的溫度排除 這樣室內來呢 我們發現在用餐時間的溫度呢 有改善的這個空間 根據能源管理法 20類服務業營業場所 平常室溫冷氣不得低於26度 唯有用餐時間沒有限制 但現在卻傳出經濟部要收回用餐時段的豁免權 中午溫度限溫23度正負一度 若不遵守就要開罰 引發餐飲界華人 難道這是在未缺電未雨綢繆 所以這個事情是跟服務業跟餐飲飯店的節能減碳有關 跟缺不缺電的議題完全無關 王美花上陣事宜強調指示推廣性質 找來1300家旅館連鎖餐廳 會議廳自願接受輔導 配合用餐維持23度以上 經濟部還要大家別擔心缺電 把注意力放在節能存活 以圓山飯店為例 配合節電之後省下每年600多萬電費 不過民眾還是有很多疑問 要按照用餐環境實際的溫度去做調整 因為你如果說像是火鍋店那些 它比較容易產生熱源的話 確實在用餐環境上會比較不舒適 對店家而言 它的生意也會受到影響 節能細節很多 但從2013年就有營業場所 室溫不低於26度的限制 不遵守可根據能源管理法23條 除罰還新台幣2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 既然法輝明擺在這 比起地球暖化 犧牲一點涼爽 阻止環境惡化 似乎更加迫在眉睫 待新聞往以前謝啟拳 台北報導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愛早安新聞 感謝您的加入 今天接下來請繼續收看 書1365日日速 我是林國鑫 祝您平安順心 我們再會 Stones FM 珍貞 MING